各位战友大家好 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大陆媒体阅读量百万家的文章 希望对大家分析认识当前局势有所避意 频道刚刚起步 感谢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祝愿您健康长寿平安 1.一手持枪 一手拿稿 走在战争与和平两条轨道上的俄罗斯 俄乌战争还激烈地进行 双方的攻防不断出现新的高潮 未来结果还难以预期 但人们都普遍在思考 俄罗斯未来前途与出路的问题 今后的俄罗斯将走上一条怎样的战略道路呢 显然俄罗斯一定会有自己的设想与安排 看看俄罗斯及其最高领导人普京 最近都在干什么 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他要指挥进行中的俄乌战争 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身边多少要事 普京都要实时关注战场与战争形势 都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 以最快的速度做出相应的战略决策和军事决定 驾驭整个战争形势 牢牢把握主导权和主动权 也就是说 在当前形势下 战争与军事安排是俄罗斯的第一安排 安排不好这个事情 俄罗斯将不会拥有前途与未来 进一步 也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是 普京总统还在大力推动俄罗斯 在战略上的东方转向 最近所举行的声势浩大的 2022东方军事大演习和第七届 东方经济论坛就是证明 在东方经济论坛上 普京明确宣告 西方正在失败 而亚洲拥有未来 所以 未来俄罗斯将加强同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 也将大力推动起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 要逐渐把俄罗斯国家的经济重心 转移到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 普京之所以这样做 既有战术方面的考虑 譬如要应对当前西方集团 对俄罗斯所发动的经济战争 同时还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展望未来 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将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不安全的状态 越是靠近战略前沿的地区 越是这样 因此 无论是为应对当前的经济战争 还是预设今后长时期的战略斗争 俄罗斯都迫切需要进行扎实的经济安排 不做好这方面的安排 俄罗斯同样将失去前途与出路 在上述两种安排之外 普京还在积极谋划 构建新的国际战略秩序 目标直指美国 他猛烈地抨击西方世界 说他们仍在寻求维护旧的世界秩序 使其自身受益 强迫所有国家按照他们自己所抛制的 臭名昭著的规则来生火 他还像战书一般的宣告 整个国际关系体系 最近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或者说是结构性的变化 普京如此表态 宣告意味着 俄罗斯对于自己同西方世界的关系 因为完全绝望 因而已经彻底摊牌了 因此 普京总统在战争与经济之外的 另一个发力点 就是构筑新的国际秩序 这是关乎俄罗斯战略地位 与安全环境的大事 一个时期以来 俄罗斯努力调整同土耳其 伊朗等国的关系 虽然收获有限 但也并不是没有进展 容马空总之际 普京还出席了 在撒马尔罕召开的 上河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 同样很令人瞩目 对于中俄关系 俄罗斯方面可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在目前这样的战略背景下 中俄关系很难再有新的突破 俄罗斯所要做的 就是在现有框架内 加强两国关系 使之变得更加稳定可靠 进行这样的安排 或者进入这样一种状态 将导致俄罗斯今后 将迥然有益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也将迥然有益于 一般环境下的正常面貌 对于俄罗斯的未来状态 大致上有如下几种可能 其一 经济上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战时状态 战时经济状态 一般有两个突出特征 一是以军事工业生产为核心 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因为面对强大的西方集团 俄罗斯必须尽最大努力 把自己最大限度的武装起来才行 这将是所必然 二是要出现某种形式的配极制 搞战时共产主义 以军工生产为核心 生活必须凭保障品 相应的就要发生短缺 就不能依靠自由市场机制 来保障供给了 而必须动用行政手段予以干预 当然 目前俄罗斯经济还远未到这个程度 但在当前的战争与战略趋势下 未来很有可能发展到这一步 其二 政治上将更趋保守冷军 俄罗斯国内潜藏很多第五纵队 存在大量的新美亲西方势力 这些势力对普京对俄罗斯构成致命威胁 对此 普京不会心怀慈悲怜 也不会丝毫手软 而将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消灭 因此 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气候 今后将更加冷酷 所谓的民主将日以图聚其表而无其实 俄罗斯的政治状态将更大幅度地右转 将回归成前沙俄至苏联之间的某种统治状态 其三 在社会面貌上 可能要出现非西方化 西方集体性地围剿俄罗斯 非但不会让俄罗斯民族屈服下跪 相反 将极大地激发这个民族的战斗任性与仇恨情节 他们才不会搞什么韬光养晦 而将会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俄罗斯将在全球范围内对西方搞破坏 同时 在国内也可能要出现非西方化的倾向 并将其贯彻到文化 精神与价值层面 一些中国人所谓普京后的俄罗斯将再次向西转 重新奉行亲西方的路线 完全是无稽之谈 概括起来说 今后俄罗斯整体的战略状态 将是不得不一手拿枪 一手拿搞 一边拿枪 一边拿搞 只能如此这般的行走在战争与和平两条轨道上 普京的战略决心可能就是这样 这样的状态 也可能要持续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 二 很痛心的一幕 就在中国家门口 吃两个国家打起来了 一 很痛心 就在我们的家门口 吃两个友好邻国 最近又打起来了 好消息是 在一场激烈冲突后 两国9月16日达成了停火协议 虽然还有零星冲突 但双方边境线这两天总体保持了平静 坏消息是 按照最新的统计 约有一百人在冲突中被打死 近年来最惨烈的一次 仇恨的种子已经拨下 肯定还会发芽的 吃两个友好邻国 一个是吉尔吉斯斯坦 一个是塔吉克斯坦 这一次冲突 双方都动用了坦克 飞机 排击炮 火箭弹 以及无人机等重武器 看视频 一些吉尔吉斯斯坦的商铺 被洗劫一空 一家卖手机的商店 里面一片狼藉 廉价手机被打得稀烂 店主欲哭无泪 在塔吉克斯坦一侧 本来很简陋的房屋 被炸得只剩下几面土墙 一位白胡子老头 哀叹连连 同样是欲哭无泪 看地图 冲突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 几乎是沿边境线 多点开滑 士兵开枪 坦克上前线 炮火摧毁了村庄和桥梁 吉尔吉斯斯坦报告说 59人在冲突中丧生 144人受伤 13.7万人被迫从冲突地区撤离 9月19日 被定为该国的全国哀悼日 塔吉克斯坦方面 宣称有35人遇难 其中一些还是妇女和儿童 塔坊并指责吉方对清真寺和学校 发动了袭击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两个国家大打出手 反正 两国都指责是对方先挑衅 对方先开枪 塔吉克斯坦外交部 9月19日就说 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谈判 而且再次指责 是吉尔吉斯斯坦方面 煽动了战斗 吉尔吉斯斯坦方面 则抨击是塔吉克斯坦方面 发动了侵略 而且 现在还有四名吉士兵失踪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但大致原因 不外乎还是争的 争水 所谓当年苏联的小家蒙共和国 这两个斯坦国边境 犬崖交错 相互之间 还有不少飞地 细今 也没有很明确边界 争夺土地 争夺灌溉的斗争 苏联时期 就经常发生 两国独立后 争斗增加激烈 一般情况下 更多是各个村庄间泄斗 我就要把你的水局 你就要堵上我的来水 一言不合 大家开干吧 矛盾一旦升级 那就是军队介入 机枪拿起来 坦克上前线 去年 也是在边境地区 两国发生过激烈的交火 五十多人遇难 只是今年 规模更大了一些 伤亡更加惨烈 但我敢断定 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也不会是最惨重的一次 这就是事实 残酷的事实 二 两个搬不走的邻居 都信仰同一种宗教 还都曾是苏联的 加盟共和国 有什么不能好好商量呢 实际上 仇恨已经持续了千年 更不得不说 这与当年苏联 埋下的祸根有关 冲突的这个地方 叫费尔干纳 熟悉历史的朋友 应该很清楚 这个地方在中亚历史上的分量 还是找出十多年 新明周刊约写的一篇旧文 部分段落如下 费尔干纳 魏书一围破洛纳 唐朝一围巴汉纳 后改名宁远 青石稿则称费尔干 是一块位于天山和吉萨尔 阿赖山的山间盆地 东西长300公里 南北宽170公里 海拔330至1000米 19世纪 清朝国事剑腿时 被沙皇俄国强占 在中国汉朝 这里是大碗国地界 汉武帝不惜用战争 企图得到的汉血宝马 即出自此地 唐代边塞诗人高士 宋魂将军出赛中就说 空闲禁用英山尔 登阵长崎大碗马 对中亚各族来说 有一千万人口的费尔干纳盆地 一直是中亚的地理和文化核心 人口最稠密之地 安吉岩及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 骚乱发生地所在的地区 就被乌兹别克的宝石 鉴于历史的教训 为镇压伊斯兰激进主义 当年斯大林在划分中亚加盟共和国时 退役将该地区一分为三 划给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三国 乌控制盆地 河谷地势低洼处 即长管河口上游 塔拥有河谷入口处 及基础设施 三国边境由此犬牙交错 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 大家可以看地图 相互制衡吧 例如 位于盆地内的吉国奥石州 就有属于乌兹别克斯坦 这四块小飞的 和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两块小飞地 许多村庄成为跨界村 民族众多 风俗不同 一个家族跨界而居的现象 比比皆是 足迹矛盾时有发生 菲尔干纳由此成为地缘政治的大杂烩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谢尔盖鲁甲宁就说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三国矛盾不断 其原因是边境问题 水源和能源利用问题没能解决 彼此还有领土要求 存在着民族纠纷 冲突的发言地 向来都在菲尔干纳盆地 大家可以仔细看地图 三国领土 真的是犬崖交错 吉尔吉斯斯坦在塔吉克北面 但有些领土 塔吉克斯坦又在极的北面 乌兹别克斯坦是塔吉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西部邻国不假 但乌的部分领土 却在这两个斯坦国东面 这样的边境线 这种分而置之的办法 说实话 也就苏联能搞得出来 但留下的 真的是重大的隐患 可以说 这个地方 就是中亚的火药头 尤其是苏联解体后 矛盾更充分暴露 时不时演变成国与国的激战 有没有解决办法 那就换地 去年三月 吉尔吉斯斯坦一高官提议 双方可以交换一些黑地 这样也避免犬牙交错 但他要交给塔吉克人的 被认为是相对平级的土地 想拿到的 则被认为是塔吉克人的肥沃土地 塔吉克斯坦自然不干 去年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还到访了该地区 向民众保证 放弃这块飞地 绝对是不可能的 情绪一旦爆发 那就是冲突 去年是这样 今年也是这样 虽然两个斯坦国军队很不冷静 但今年冲突爆发时 上和组织正在撒马尔罕开峰会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立刻举行了会晤 达成听伙协议 就在周日 普京也给两位打电话 敦促两国克制寻求谈判 如果只是两个斯坦国实力比较 吉尔吉斯斯坦要强于塔吉克斯坦 但塔吉克人也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 别忘了 当年武装抵抗苏联入侵的 阿富汗北方联盟 很多领导人就是塔吉克族 三 最后 简单三点吧 第一 这是多少人的血泪 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不久前 戈尔巴乔夫去世 西方几乎全是一美之词 称赞他使苏联实现了和平过渡 但实际情况呢 大家只要看一下 就在最近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干架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又冲突 更别提 还有高加索等多个火药桶 这真的是和平过渡吗 背后 却是多少人的血泪啊 第二 民族问题解决不好 是大祸 这就不需要不多说了 交训实在太多 苏联更是一个反面例子 这样打下去 没有一个是真正赢家 哦 还是有的 那就是恐怖势力 本来就蠢蠢欲动 如果局势动荡 那肯定会趁机崛起 那对整个地区来说 都是一场灾难 第三 还是真别打了 两个都是穷国 看图片和视频 很多地方都还是土房子 就那么点家底 往往还给打掉了 这场冲突 与我们中国没任何关系 但就在中国家门口 而且两国还都是中国的友好邻国 这样打 谁也打不应谁 但打残了 中国还得援助 还是真别打了 三 普京警告果然蹊跷 关键时刻 亚洲二国终于停火 中国早已表态 近日 亚洲二国兵禁线上 突然爆发激烈冲突 在世界格局持续动荡之际 新的战争导火索 依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关键时刻 普京发出警告 中方也立场明确地亮出了态度 亚阿冲突后 国际社会积极握旋 据报道 近日 亚美尼亚与阿塞奈将 在边境地区爆发冲突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衅在先 时隔两年之后 两个就愿薪酬不断积蓄的国家 再度爆发冲突 引发国际关注 在事发后 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 当即致电俄总统普京 对亚阿边境局势 进行了讨论 由于亚美尼亚是集体安全组织成员 在电话中 两国领导人还谈到了 关于吉安组织 因亚美尼亚方面请求 所做决定的执行情况 在过去多次亚阿冲突中 俄罗斯均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 这次同样如此 在俄罗斯及国际社会的调停下 亚阿双方最终达成停火协议 中方表态 值得一提的是 亚阿之间的恩怨冲突 涉及历史敏感问题 因此 国际社会普遍没有选边站 更多是出于安全稳定考量 向两国发出停火呼吁 在有关问题上 中方也亮明了态度 针对近期亚阿边境局势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近日在安理会上表示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我们呼吁两国保持克制 坚持通过政治对话 化解矛盾分歧 采取措施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亚阿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离不开纳卡问题的妥善解决 耿爽表示 中方了解纳卡问题的历史经纬 支持通过政治对话 化解矛盾分歧 希望各方根据公认的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准则 尽快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美政客大秀存在感 对话协商 化解矛盾分歧 需要政治智慧 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 为双方创造一个 能够积极沟通对话的平台 不过有趣的是 就在大多数国家 为此而努力的时候 美方一些政客 却想着利用这次机会 博眼球 谋取个人政治撕裂 去美媒报道称 近日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对外声称 有计划出访亚美尼亚 佩洛西本人高调宣称 自己对此行感到高兴和自豪 不过被问及具体形成时 佩洛西方面 则以安全协议为党剑牌 没有对外做出回应 佩洛西此行是为和平而去的 可能微乎其微 有分析认为 其做法是在为即将到来的 中期选举造势 所谓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 俄罗斯在贸易等领域和欧洲多国密切合作 不过 在西方因俄乌冲突出台多轮对俄制裁措施后 风向开始变了 俄罗斯将目光投向东方 对两个东方邻国 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互动也乐见其成 去俄美此前报道 当地时间9月7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 并发表讲话 而在这场长达37分钟的讲话中 普京释放出了俄罗斯将转向东方的信号 据报道 普京在讲话中表示 美国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 当前国际关系体系 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 西方国家的制裁 已取代新冠疫情 成为全球最大威胁 随后 他表示 当前亚太国家的作用正在增强 已成为新的经济与技术发展中心 普京认为 明智地利用亚太地区的优势 以及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将为我们开辟新的巨大机遇 需要重视的是 普京做出上述表态后 不久 作为俄罗斯东方邻国的中国和蒙古国 就互送大礼了 综合国内外媒体报道 9月9日 蒙古国总统胡日雷苏赫出席塔望 淘雷盖煤矿 智嘎苏海图口岸铁路开通一事 宣布蒙古国自主建设的重载铁路 一级铁路正式通车 报道称 这条铁路的开通 将有助于蒙古国对华 以及经中国港口 向第三国出口矿产的能力 还将为日后开辟 中蒙第二条铁路通道奠定基础 此外 还有分析指出 这条铁路能够增加中国的能源安全 减少受到能源方面制裁压力的影响 据悉 塔望淘雷盖煤矿探明储量约15亿吨 预计储量超64亿吨 是蒙古国最大煤矿 而包括这条让中蒙互赠大理的铁路在内 蒙古国有望在今年年底前 建成三条关键铁路线 对于这三条铁路 普京政府也乐见其成 在今日举行的中蒙猛元首会务上 普京还特意强调 应推动三国跨境运输合作取得进展 据新华网报道 当地时间9月15日下午 中俄猛元首第六次会晤 在撒马尔罕国宾馆举行 会上 普京表示 因鼓励支持三国企业家 加强交流合作 推动交通 物流 跨境运输 能源 高新技术 旅游 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实质进展 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实质 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实质